好我想要講一下什麼叫算命 為什麼人類的社會有算命的一個東西 有一些人很反對算命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人類自己 有能力去控制跟開創我們的未來 然後算命呢就是好像代表只有上天宇宙 不管你相信什麼 控制著我們的命運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它 我們只是傀儡 好其實我之前在一個很低落的時刻 我有看穿就是其實我們是一種傀儡 好這是另外一個video 但是不是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算命不是代表說宇宙或者是神在控制你 不是 你們講的沒錯 那些反對算命的人 Yeah 我們人類是絕對有能力控制 去開創我們自己的未來 而算命呢只是一種方式 去幫助在你覺得迷失跟困惑的時候 我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的時候 我們算命的人幫你稍微看一下 他們幫你看一下 你現在所在的這個點 是否是正確的位置 你是不是繞路了 你是不是會走向比較危險的路 然後呢如果你會走到比較危險的路 那你算命就是幫助你知道說 那你要改道而行 你要改去一個 震動頻率比較高 比較陽光 或比較寬敞的路走向你的目的地 你呢決定來到這個地球上 所謂的宇宙或者是緣起 他們不會就一個人把你丟在地球上 不告訴你怎麼做怎麼走 因為我們來這邊是有任務的嘛 就像你現在呢要去一個目的地 你都沒有去過這個目的地 你能夠不用任何的地圖 然後就一個人決定說 好我現在要這樣走 我現在要那樣走 然後呢都不會迷路嗎 你難道有這麼有自信 你可以開創自己的行徑 去走向你的這個目的地嗎 你難道不會有走到中間 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有點恐怖 我現在好像有點迷路 我是不是走這麼久都還沒到 你不覺得這就是你的人生嗎 所以當你要走到目的地 你卻覺得自己迷路的時候 你現在怎麼做 以前人呢我們用紙張 就把地圖打開嘛 現代人呢把手機打開 打開Google map的這個城市 算命的人就是你的Google map城市 他就是幫助你 因為他們有能力從比較高去連結 所謂的宇宙或 或阿卡西 紀錄 從更高的角度去幫你看一下 你現在位在的這個點 是否是正確的點 正確的道路 你會不會走向比較恐怖 比較黑暗 感覺會有強強 強盜的道路 還是你正在走向一個比較寬敞 然後很多很善良的人的道路 如果算命出來是 你正走向那個很黑暗 可能會有人搶你錢的道路的話 那你現在知道啦 你現在不是在正確的道路上 那你就要去recapulate 就是你要重新計算 用你的GPS 重新計算 你要改道而行 所以對沒錯 你要 你可以有能力開創自己的未來 但是怎麼開創 很多人都只會講這句話 但他不知道怎麼開創 就是 維持你的高震動 提高你的震動頻率 你就會走向那種寬敞 然後很多和善人的道路 那如果你現在心情不好 你就會走向比較黑暗 你知道嗎? 當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然後我們心情不好就很傷心 我們是不是會傾向去選擇那種 很很會把自己陷入險境的地方 這叫做自我毀滅的潛意識 所以算命 你們不需要去 反對算命 算命其實是對你很有幫助的 你們反對只是覺得 因為太多的人在算命的時候 會有一種依賴的心態 依賴說 啊 算命現在說我不好 那我就一定會不好 不是 算命說你現在不好 代表的是你要改道而行 你可以重新 用自己的方法 提高震動 你就會走向 那個更適合你 跟陽光更寬敞的道路 好嗎? 好 我們只是 這些算命的人 不管用什麼方法 宇宙 我們身在地球上 宇宙留了很多的線索 讓我們可以運用這些 Information 資訊 比如說我們的生日 比如說我們的掌紋 任何的東西 讓這些另外有等力的人 去用這些資訊 幫你看一下 給予你指引 這就是宇宙 我們只是一個工具 算命的人只是一個工具 跟每一間 讓宇宙你的指導 你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應該要怎麼走 好 我就讓今天的影片 有幫助到大家 那 你們可以算命 然後呢 算命 跟任何其他的方法 都是其實是要去幫助你 走向你正確的道路 跟提高你的震動 好那 下次再見 掰